长者秀出一张张用手机自拍的照片 不管是直拍横拍单人还是多人 每一张构图和光源都恰到好处 表情也相当生动自然 还有将漂亮的照片图片加上文字 就变成一张张早安图 方便向亲朋好友传递问候与关怀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开设3C画中传情 乐龄课程 邀请大同安全与健康处境会总干事张启明 担任讲师 教长者使用手机上的各种软体工具 方便使用的内容深获长者好评 很感谢有这个机会 我从以前只会接LINE 发LINE这样子 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 那现在来这里参加 学到了就是说自拍 还有做长辈图 问候 早晚晚安 还有卡片的制作 还有一些游戏 小孩子他下班才会 晚上才会碰得到他 所以有时候就不会了 就晚上才 等到晚上才能 知道说怎么操作这样子 那有的时候他们也忙 没有说马上帮你解决 所以来这边学了 现在我懂比较会的 所以就方便了 好了 第一个就是自拍 像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说 奇怪的 人家怎么自拍那么那么简 好像很顺什么的 后来多了一个方法这样 在自拍的时候 那我们以为只有这样子去按那个 那个拍的那个点 但是我们这样 姿势这样子 那个手还要过去 对不对 我们这样 结果这一次学到了 就是说根本这个手 不用继续除那个 大小声那个键 有没有 那个大小声键那边 就可以直接按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 要不要 我们以前都想说 姿势摆得 摆得老半天 然后你的手还要过去 后来才发现说还有这一招 觉得很受 就觉得很受用 我是希望增加他们生活的便利性 比如说要等公车 看一下公车到的时间 可以不用那么早出去 然后我到了这个地方 我怎么去找到这个地方 Google地图上 先去做一下搜寻 然后看一下街景 知道是哪一栋 然后怎么走 公车的话 到了那个地方回程 公车站牌在哪里 那个回程常常跟去程是不一样的 不是相对的位置 那这些学会了以后 对他们生活上会有一些便利性 除了交长者如何使用手机上 各种方便使用的工具 更特别的是 交长者使用网路搜寻功能及工具 自己去找答案 也鼓励长者透过拍摄影片 记录分享生活与心情 我现在做得很快乐 跟大家在一起 很好 我今天来学习 很高兴学到很多东西 谢谢老师 就是活到老 学到老 这样子 那我很开心能够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我也想唱歌 很高兴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然后就让我们学习 然后又可以保持愉快的心情 然后又可以走出来 很感谢老师还有那个主办单位 我觉得要让他们可以自己应用手机 自己去学习 所以我会教他们YouTube去找答案 比如说计算机怎么使用 我只要输入手机计算机怎么使用 它就会有很多教学影片出来 他们其实就可以自己学 所以我上过课的东西 他们不会忘记的就叫他们用这个方法再去找答案 有更好的老师可以教导他们这方面的技巧 还有AI的搜寻 我觉得我自己用过觉得很方便 所以我也告诉他们 你要找答案 用AI智慧去搜寻的话 可以省去你很多时间 而且它可以很广泛的找出你要的答案 你自己再去做筛检 再来就是增加他们互相联系感情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会制作卡片 然后录影 传递你对他的感激 或者对他的想念 我们希望说利用这一次 让他们比较敢地去表达自己 为了让银法族能够轻松学习 课程更与马接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合作 由学生担任小助手协助长者操作 加深学习效果达到亲云共学的目的 这个活动让我感受到 就是长辈们其实都很用心 就是会听我们讲 然后当其实有些遇到我们不会用的东西 他们愿意让我们也花时间去了解 然后再教给他们 然后我的台语就是很破 然后我的阿嬷都很认真听我讲那个破台语 就算讲错她也不会生气 那就是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可以让我们跟长辈们交流 就是不只是一起参加这个课程培养感情 然后也可以了解到就是现在对于长辈们来说 生活上的一些难处啊之类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学习 对然后不只是我们在交给长辈新的东西 也从长辈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经验 生活上的经验等等的 还记得我们第一行课才刚开始没多久 对不对 今天大家就要毕业了 好快喔 结业 这中间大家有学到很多 从启明老师这边学到很多不一样的知识 那我相信大家今年上过这个课之后 以后我们再办课程 大家要不要来参加 太棒了 我也很期待 我们每次有这个推陈出新 有好的课程 那我们也邀请我们社区的大哥大姐们 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参加我们的课程 为期一个月的3C化中传情 乐龄课程 对银法族来说不只相当实用 又可以让大家认识新朋友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也期盼透过举办乐龄课程 缩短数位落差 丰富银法族的生活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大乡 记者林喜会 台北报道